Hello,大家好 今天又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一天 今天下雨已经下一天了 我老公出去找工作去了 今天正好也没什么事 然后下雨了也出不去 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我和我老公的事吧 我看有好多网友评论说 都说我嫁给了爱情 然后都说看我老公现在都这样了 应该跟他离婚什么的 反正我想说的是 确实我是嫁给了爱情 真的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 你看如果我老公一破产 我就跟他离婚 这真的有点太不现实了 像这种事情的话 你像年轻人 他有成功就会有失败 不可能每个人去创业都是成功的 也可能是我的心态放的比较好了 我跟我老公 他你像想 他是从当了五年的兵 然后从部队转业回来之后 然后就在家 开始做 从第一开始是小规模的 做他这个游戏工作室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结婚之后 就开始大规模的搞 退后回来也一直没有在社会上 有什么经验 有什么社会经验 没有接触过 所以说他的社会经验 还是比较浅的 所以说我感觉这是他失败 失败原因的其中的一点吧 实际我们两个的相处模式 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整天我也是这样的性格 我老公也是那样的性格 他虽然有点大男子主义吧 但是我们两个的性格 实际还是有点像的 都是比较搞笑的路线 我老公实际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他是不是那种人 他有的人可能是有100块钱 给你花10块 但是他是那种有10块 给我花10块的人 他对我和对小宝 真的是比对他自己都好 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是我们门口的鞋架 基本上都是我的鞋子 他的鞋子现在也就两双 还有两双我给他刷了 基本上是没有的 然后 屋子里 别 别人乱了 这衣架上什么也都是挂着我的衣服 然后衣柜里 这边有两套结婚的时候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买了两套西装 现在发服了也都穿不上了 这边 叠放区域也都是我的 就最下边这两个是他的 然后这边的挂的区域 还有上边都是我的衣服 这只是我给大家展现的一小部分 然后我看还有评论说 前两天说我老公干活 穿着西装干活 不像那个样子 因为我现在老公冬天能穿的衣服 也就那两件衣服 一个就是那件 还有一个格子的那种封印外套 也就那两套 他不穿 就没的可穿了 他不是摆老板架式啊 因为他现在就那种 你看衣服也就那两身 之前还有网友天上催我要给他买衣服 他是那种从来不会跟我提的这些小事情 不过我会天上给他提 我要买衣服买衣服什么的 而且前一段时间啊 就是我老公一直没有出去工作 他是你看我爸爸在开出租车 然后我婆婆他是出去干活了 然后我自己在家带着孩子 我们家里从搬家窝乱七八糟的 这一大摊东西 我自己肯定是弄不好的 他是想着是帮我在家把这些东西收拾好 收拾完了之后 然后他再出去工作 他也非常有急切的心理想去工作 你想想他他自己就是亏了这么多钱 他肯定心里比我们任何人都要都要难受 都要急切的想把这个钱给补回来 如果想要还我们这亏的这个巨额的这个钱的话 肯定还是需要我们去做一点什么的生意 现在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现在我们连本钱是都没有的 我们打算的就是先工作 然后挣到一些钱之后 然后再工作之余 然后再看一些其他的有什么小生意可以做的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更能缓解一些我们现在的压力吧 而且我老公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他真的也成熟不少成长不少 他之前真的是有我自己感觉都有点就是太小孩子脾气了 现在真的成熟稳重了不少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也可能这是给他的一些教训吧 也希望各位支持我的朋友们继续继续继续的喜欢我 我录这期视频的原因就是来给我老公打打气 因为他感觉看了近期的视频 看见底下有评论就是说他怎么怎么样 都有点自闭了 他实际也不是那么就是之前是有点好高骛远 现在真的真的慢慢慢慢从歪道上慢慢慢慢走的都已经很正了 真的再次感谢支持我们的网友 拜拜 拜拜